有网非出品的高质量复仇爽聚 清洁副杀手 终于迎来了他的最终结局 若瑟终于找到了他失踪的丈夫 但他不是来续救的 而是复仇 他从包里掏出手枪 丈夫害怕的一把夺了过去 自问你要杀了我吗 殊不知他已经中了妻子设下的圈套 原来若瑟在来之前就已经报了警 而如今枪上刚好有了他的指纹 所以警方肯定会认为他就是凶手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警察 丈夫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一切都忘了 他戴上头巾说了句 耗之为之 然后便淡定的离开了 可若瑟的复仇计划还没有结束 因为他儿子的仇还没有报 从出生就没得到哪怕一点父爱 死了还要蒙受如此冤情 作为母亲怎么能认 于是他便马不停蹄的找到 办理儿子案件的律师 洋装寻求帮助 实则是在案中观察 果然他看到了肇事者 正大摇大摆的走进办公室 原来这家律师事务所 都是人家老爸开的 难怪会把所有的责任 都归咎到他儿子身上 看着嬉皮笑脸的肇事者 若瑟怎么也冷静不了了 他看向一旁的消防警报 立马来了主意 经过他不断的寻找 终于在一处杂货间 找到了所有复仇 能用上的工具 他打开燃气开关 警报立马响测整个事务所 所有人开始紧急撤离 而在人群中 那个熟悉的清洁妇杀手又出现了 他一边想着死去的儿子 一边推着洒出酒精的推车 走向肇事者和他老爸的办公室 办公室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这一刻他心中的怨恨 终于得到了释放 很快火势蔓延开来 律师事务所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但肉身也同时因故意中火 被带回了警局 而重重赶来的律师则告诉他 肇事者和他老爸 已经不再追溯此事 因为他们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的瓜葛 不过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一位警官却叫住了他 火灾的案子已经结束了 但还有别的事要找你聊 不过肉身很快就发现 原来警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怀疑到他是真正的凶手 而是以为他同丈夫一样是收了钱的替罪羔羊而已 不过就在警察把他枪杀手下的照片再次拍到桌子上死 肉身显然有些心虚了 他知道再不离开就真的要露馅了 于是他再次以呕吐为由离开了审讯室 到了卫生间 他又打起了逃跑的主意 趁警察打电话的间隙 利用路过的警察挡住自己 成功避开了首位的视线 可这个时候的他思维已经达到了崩溃边缘 丈夫的抛弃 儿子的离世 还有所有死在他手里的人 让肉身不断出现幻觉 枪杀的卡特 被推下地铁的光头 坠楼身亡的老灯 还有被毒害的黑帮老大 他们追着肉身一路跑向天台 一转头儿子也出现在了他面前 他想去抱一抱 可又消失不见了 最终他选择了爬过栏杆 站在天台的边缘 回头望了望他心爱的儿子后 结束了自己这颠沛流离的一生 谢谢大家